微博之夜新乐子,观博下场打脸买水,肖战粉夸公正,周深粉在隐身,肖战,杨子,迪丽巴,王一波的粉丝们在热点评测区展开角逐。 即将于3月25日举办的微博之夜极有可能是2023娱乐圈最大盛事,因群星汇聚导致一票难求,不仅各家粉丝连吃瓜群众也想入场看看各位明星的芳荣。 微博之夜门票价位已经被炒到五位数了,好在除了黄牛手里的高价票,微博之夜的冠名商,合作伙伴还有微博的一些官方账号都有票,他们会发布微博明确表示热转或热评的前几名可得票,这就是给了粉丝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 竞争最激烈的门票之争来自微博之夜的冠名商,该品牌发布微博表示热转前8名热评前7名可得门票,一下子送出15张票,引得各大流量粉净折腰,肖战养子迪力热巴王一博粉在热评区竞争。 本来周身粉是在热转前8的,但在最后时刻被挤出局,这场门票之争结束后,微博的各大官号也放出了门票,比如娱乐有饭,这是新浪娱乐明星频道官方微博,是主办方家的,所以他也有门票。 该博主在3月20日15点发布微博表示,热转第一的小伙伴有机会获得现场观理名额,评论区会随机抽两位获得观理名额,截止时间是3月21日15点。 他手里的三张票两张是评论区随机抽奖,这就纯粹看运气了,热转第一名就是看各家粉丝的实力和凝聚力了,截止时间到时,谁的账号在热转第一位就是谁获胜。 可以说规则非常清晰,狭路相逢勇者胜。 今天截止时间15点时,该微博热转区第一位是周深粉丝,他的转发36.7万,其次是转发9.7万的肖战粉和6.8万的蔡徐坤粉,那应该是热转第一名的周深粉获奖,但公布结果却不是这样。 该博主表示获奖的是微博账户无语落,看上图这是肖战粉丝,并表示原热转第一临时转公开,对其他网友不公平被取消资格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临时转公开是什么意思? 发布微博后,博主可以设置微博权限,该条微博公开可见或仅我可见或仅粉丝可见,这条微博如果被设置成不公开可见,别人就不会知道它的转发数,它就能隐藏实力。 再说个热知识,微博的转赞评都是可移买水的,就是花钱买虚假数据,将微博设置成仅我可见后,再花钱买虚假转发数,这样就会造成迪在明我在暗的情况。 对手增加1万,我买2万,永远比对手多,对手对我的转发数一无所知,等临近截止时间,我再转公开,让对手措手不及,这时想追也追不上了,我赢了。 这位热转1的周深粉丝就是这么操作的,他在3月20日的23点11分转发了,此条微博参与竞争,23点20分转为自己可见,之后又转公开加了一张图片,之后又删了这张图,在3月21日的5点12分,再次仅自己可见,截止时间是3月21日的15点,他在结束前的8分钟,也就是14点52分,再次转为公开。 并且稳坐热转1位。 其实,微博买水竞争热转位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,不管是粉丝自己手动转还是花钱买转,只要你在前排也没人追究,但是连转发数都要隐藏,然后截止前几分钟才公开,突然空降前排,这种手段有点脏。 而且已经转为仅自己可见了,这36.7万的转发数要么是自己手动转,要么是花钱买水,手动转的话他的有多少个账号才能在24小时完成这个数。 这个转发数水不水,也不用多说了。 鉴于此,娱乐有犯表示取消这位周身粉资格,肖战粉顺利得奖后,直夸该账号打响反水货的第一枪,让水漫金山被公开处刑,属于正道的光,肖战粉的彩虹屁也试炼出来了,夸得挺好。 热评区的前排也都是肖战粉的感激和感动,感谢该博主的公正和客观,敢于对骚操作说不,又勇又正义。 而周身家本就理亏,加之热转移这个操作并不是周身粉群体行为,纯属是个别粉丝想耍小聪明得票,所以评论区也不见周身粉的踪影。 更有意思的是,热衣的转发又被周身粉设置仅我可见,找不到了,这是从头到尾的隐身,这买转发的钱啊打水漂了,以后还是别这么干了。